雲南省的瑞丽市是大陸主要的翡翠输入地 近来虽然大陆官方严禁奢华风气 一度打击翡翠市场价格 但是呢 品质好的翡翠价格仍然不断上涨 买气还是相当火多 如果没声音的话就代表就断了 翡翠 翡翠是中国重要珠宝奢侈品 位于中敏边境的云南瑞丽 更是大陆重要翡翠输入地 整座城市到处可见翡翠珠宝店 与淘宝者拿着手电筒在卖料市场 仔细查看翡翠子弟优劣 翡翠价格高低不一 关键是要会看种水 要知道市场行情在哪 还要会喊价 定价格的话大概就分级吧 就是比如说种水可以出界面 我们做了几个挂件 一个挂件大概可以卖多少钱 那算下整个的话 可以做几个挂件 那就它的价钱就出来了 这个肉很细 这个里面还看得到杂志 这个看不到什么杂志 对不对 所以这个会八千 那这个卖多少 这个就三千块 大陆翡翠价格前几年屡创新高 价格几乎上涨四倍以上 近来因官方严禁奢华风气 价格有所回落 但受冲击的是 品质较差的低价翡翠市场 高价翡翠仍不断成长 打比这一个手肘来讲 两万以下的衰退才是百分三十 然后在更低端的 它会衰退才百分之五十 然后这个十万以上的 或者说百万以上的 这个基本上每年都在增长三十到五十 甚至有时候换一换 换两换都有 翡翠作为中国传统珠宝 庞大市场也让林国缅甸成为重要出口地 在缅甸竟然因证据不稳 高品质翡翠毛六一石南球 间接助长高价翡翠的价格 联合报特派记者林克伦 云南瑞丽报导